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做江南中秋第一汤 扁尖玉奶炖老鸭 这道汤在我小的时候在上海 中秋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所谓的老鸭就是隔年的或者隔两年的鸭子 整只放在砂锅里炖 然后一整个砂锅上桌子 很喜气 那现在没这么多讲究了 而且几乎也都是小家庭 也没有那么大的容器 我们可以把它一破四或者一破六来炖 鸭毛好拔干净 冲洗干净 那我买来的这汁呢 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 连头头颈都去掉了 那如果你买回来的是连头带颈的话 头颈这部分的皮好一定要拉掉 因为里面有淋巴 在这个地方剪一刀 皮往上拉 那如果你想留头的话呢 那头一定要用盐搓一搓 搓到每一个角 嘴巴也要打开 石头里面都要用盐搓过 然后搓个两三遍洗干净 那冲洗后呢 我们就用刀把它多成四块或者是六块 那如果你家里有大砂锅的话就整只炖 涮一搓 清水 不要放太满 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还要放芋奶 姜块拍扁 放一个葱结 让它煮开先 那水开后你可以把水倒掉 再换清水 也可以不换 但是你要把上面的这些膜都撇掉 再喷上两勺黄酒 让它滚几分钟去腥 那转锅生来 我们就把浸泡好的扁尖笋切断 那扁尖笋一般很咸 所以放的多的话就要多浸泡一块 一两个小时吧 那放少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也是这样 上面的老头可以切短一点 那切到后面越来越嫩 就可以长一些 那放好扁尖笋以后呢 我们就小火慢炖 一个小时朝上 我们再放芋奶 芋奶要用这种小芋奶 不要用芋头 煮出来的汤不滑 那皮刮干净 那皮刮干净 切成滚刀块 让它再放芋奶 那这锅汤好 不论你多么老的压 煮个两个小时 这样一定可以了 等芋奶也酥透了 香气四溢了 我们可以再放些葱 那这锅汤就完成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拜拜 拜拜